火、茶、食、飽、煮、一盒掌就在供養 養成習慣 但是各位你在家裡每天都要觀想 供香、嗡阿虹、供花、嗡阿虹、供燈、嗡阿虹 一直練習 就像前面這十盤 你多看每個寺廟都會放 然後把它背下來 供香、供花、供燈 弄得很漂亮 以後你生生死死做設計家、穿衣服 叫你去做設計師 你都可以弄得最漂亮 因為你內心裡面有一個最莊嚴、最美的 所以一個人為什麼會穿衣服 寫字很漂亮、講話很好聽、唱歌很好聽 都是有透過這種訓練 如果你鼻子容易生病阿、鼻塞阿 鼻子長得不漂亮阿 你要多供養好的香 因為這個好的香讓別人鼻子舒服、供佛 所以你鼻子的病會不見了 如果你的老公很喜歡抽菸阿 那你更要替他供香 供香以後他就不想抽菸 只想點香 他就會改變 那特別各位 你很喜歡漂亮阿 也很喜歡家裡很漂亮、像花園阿 那你一定要供花 花是最美的 所以你在佛前供養的很莊嚴 以後你成佛的淨土也很莊嚴 你住的家也會很莊嚴 所以我們小時候都知道說 小時候拜佛 我們台灣拜傳統道教比較多 拜佛教的人我們都認為說 那是很有錢的人才是拜佛教的 以前都是清朝的皇帝、明朝的皇帝才是在拜佛教的 因為代表他以前修很大福報 他才會做皇帝阿、很漂亮阿、很有錢阿 所以拜佛教的人基本上都福報很大 所以我們在台灣出家 一開始出家都沒有在看景點 每天就是在做這個 擦桌子、擦佛像、供花 然後呢掃地 因為師父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是讓你培養福報 而且呢 培養很謙虛 很不會驕傲 那這些福報有了 業障消了 你要看佛經就不會誤會 不然有些人看佛經 思想還是怪怪的 特別女孩子 我知道你們都很喜歡漂亮 最好50歲看起來還像30歲 那怎麼辦呢 多來擦地板 這個地板 玻璃就交給你負責 以後你的皮膚沒有皺紋 永遠漂亮 所以一個人長得不太高 代表這個人沒有在拜佛 一個人長得不太漂亮 沒有在供花 一個人沒有錢代表沒有布施 所以我們要改變 而且各位你如果要健康 每次問到仁波切 看到他們隔西 師父你有生病嗎 要什麼藥 你供養他吃藥 你就不會生病 所以能夠供養修行人吃藥 供養很窮人的人藥 你的身體不會生病 所以我們下午等仁波切回來 我們也來供 供藥的錢好不好啊 大金士在山上啊 沒有人出家人也會皮膚藥啊 感冒啊 你就用個紅包說這是供藥的 特別會以生病的人去供養 那是最快恢復的方法 所以出家人也好 三寶就是我們可以種福田 可以得到福田的一個對象 像我這個人容易感冒 所以我現在不太容易了 因為我每次看到上司的老二上 我就供養感冒藥 我都是日本買那個最好的 素的 腰痠背痛我就供養 腰痠背痛的藥 等你下回碰到仁波切啊 或寺廟 你再供養就可以 但是你那個時候發的怨 他就已經得到這個供養的功德 所以你眼睛不好 那你現在知道了 那你就自己拿一點點錢在想 喔我這個這個紅包 是要來買眼藥水供養出家 你這樣想就好了 然後那個錢就先放著 以後有因緣再供養 但是這個心願 你只要發了就能夠埋怨 就像各位知道 釋迦牟尼佛被蘭登佛授記 未來成佛叫釋迦牟尼 那個時候他是供養七朵花 那這七朵花有五朵 是那個時候佛陀買過來的 那另外兩朵是為一個女孩子 那那個女孩子 他供這兩朵花發什麼願 願我生生世世要嫁給這個修行人 就是替他供養的 那個就是佛陀的太太叫耶穌陀羅 耶穌陀羅發的願是不對的 但是沒辦法 因為那時候佛陀為了要得到這七朵花 所有的錢都給他買 那這佛陀這五朵花一供養 是發願要成佛的 那耶穌陀羅發願說 他說我只要他做男人我就要嫁給他 然後他出家我就不障礙他 所以耶穌陀羅就生生世世 只要佛陀來他就來嫁給他 只要佛陀出家他就沒辦法在家裡哭 一直到佛陀成佛 他嫁給佛陀五百世 到成佛到後來才增阿羅漢 所以意思是說你發願很重要 一定要發解脫成佛的願 特別我們吃素的人 一定要都在佛前供水果 因為這個水果的香味供養佛陀 這個香味就把人類吃肉的那個欲望 那如果肉是香的都會把它消除掉 意思是說你很喜歡吃素 你兒子或者你先生很喜歡吃肉 你跟他講沒用 但是你就經常用新鮮的水果 很香的去供佛回向給他 他就斷出他對肉的執著 他就很喜歡水果蔬菜的味道 還有一點很重要 各位如果不希望自己的爸爸媽媽生病 最好的方法還有一種就是 用爸爸媽媽穿的衣服把它洗乾淨 送給其他的老人願穿 或是剛剛講直接供養加沙給出家人穿 因為衣服代表保護身體的布料 所以就可以保護老人家的身體 你把你老公當作國王 你馬上就做皇后了 就這麼簡單 你把你老公當作阿彌陀佛 你就天天在極樂世界了 你把你老婆當作觀音菩薩 讓你天天修忍辱 你看他功德多大 那問題佛教就這個意思 凡夫看凡夫你不好 佛陀為什麼那麼快樂 因為佛陀看我們將來都可以成佛 所以佛陀永遠愛我們 他一定最後就讓你成佛 所以各位你要轉變你的心態 所以喜歡布施給惡鬼道做焉共死死的 你最好會請一個 這個很便宜 你要做的時候就敲敲敲敲敲 然後呢他們就會來吃 謝謝你 有時候你不會念沒關係 我們會把很多咒語都刻在這上面 你只要敲的時候 像這個法器上面都有咒語 你只要敲的時候 他們就得到持咒的加持的功德 再講一次敲鼓也很重要 敲這個鼓牛羊狗貓四隻腳的 他們就可以得到超度 所以各位學佛就知道 真的是太重要太持培 可以供養所有佛 可以幫助所有的各種痛苦的生命 所以這就是學佛很重要 我明年來依然送給你們一個小墨魚 特別我們德國的菩薩 換你去敲 好啊 好啊 只要有悲心 就算你是啞巴 你都可以度眾生 這一點記住 我以前很喜歡 聽音樂啊 西洋歌曲啊 很喜歡 學佛以後都不喜歡 只要聽到這個就很興奮 適合出家 所以在天主教的教堂 在回教都會敲鐘 ㄎㄎㄎㄎㄎㄎ 你要把它轉化 你那時候趕快念 歐瑪尬 然後他的聲音就變成佛的聲音 所以佛教不是叫你去消滅什麼 佛教是叫你去轉變什麼 你老婆在罵兒子 罵得很難聽 你就給他 歐瑪尬 我召哲了 佛的声音可大了 都在念我召哲了 都在利益众生 所以你要转化一切 相信佛的力量 转化一切 现在我们要请观音菩萨加持 第三章 那现在你要观想观音菩萨的白色的光 照到我们 照到所有人 所有众生 他身上的业障 癌症 酸痛 都可以消除掉 所以各位以后 你只要在佛菩萨面前一合掌 你都不会念 一合掌 你就要相信 佛的力量就出来了 所以 而且这个力量不是对你 但是你先得到 你一合掌 那么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放光 加持这个世界 所以佛陀说 你念我的名字 我供养你 因为你不念我的名字 我就没办法 真实去利益更多众神 所以各位以后 你去巴黎看到铁塔 你马上要观想 铁塔变佛塔 所有去铁塔的 所有去拜佛铁塔的 都变成佛塔的加持 要转化 所以现在外面有太阳 你看到太阳 马上念一下 那么不动如来 它就变成不动佛的光 那么阿弥陀佛 它就变成阿弥陀佛的光 所以风也好 水也好 味道也好 看得到了 都转化成为佛的力量 再来 奥三美也撒多话 一念的时候 所有众生 身体变成很干净 身体都变成 佛菩萨的身体 包括我们自己 业障消徒 身体变成很圆满 奥三美也撒多话 如果你要学 它的手印 它的手印一合掌以后 中间 所有众生 都发成佛的愿 所以它的身口 也像佛一样 奥三美也撒多话 要这样观想 再来最重要的变食咒 他们现在已经没业障 身体变成佛菩萨 现在要供养他们食物 所以各位要把你的水米拿起来 所以我们现在念翁阿红 变成他想要吃苹果 他想要吃菜 他想要吃吐司 他想要吃沙拉 都会变成无量无边 念翁阿红 就是你这一杯水 代表所有世界的水 你这个米代表所有世界的食物 所以他就变出来 翁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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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要念变食咒 也说他们吃得到 鬼你给他食物他吃不到会变火 但是你念这个咒 那这些第一鬼到马上吃得到 而且吃了以后他至少就会升天 那这我们引导他去极乐世界 翁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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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我们打手应会先打一个莲花 从莲花里面出现这个佛 那麽 翁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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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不來神不來 對你來講是米 對那些孤焚野鬼眾生 那才是黃金啊 他們吃了還可以升天 再來各位要點七滴水 給六道 給冤親在主 要點甘露水蒸鹽 他的手印只有這樣 就是一隻手也可以 那你要觀想 每一根手指頭就出現了很多 他們喜歡吃可樂啊 牛奶啊 水啊 就從你的手指頭出去 有時候會講 這樣觀想這樣出去 一個女孩子很喜歡 把我小朋友皮膚像牛奶一樣 很美很美 就要念這個咒 因為這個咒的佛教 拿摩妙色身如來 就是他外表非常的漂亮莊嚴 所以然後由他的手就出現了 無量的甘露 那些鬼就一點都不醜了 皮膚變成牛奶 因為他們被火燒嘛 現在變成好美 而且可以喝到甘露很快樂 所以各位那邊 拿摩 Solo bo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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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字塔 Ong S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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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Solo 本來Solo Sapo 然後再來普共養 那各位就往旁邊船 意思他們要衣服 他們什麼都可以吃得到 以後我希望各位養成一個習慣 你家裡門口都有一杯水好不好 加一點點米 太慈悲了 就像你知道你家裡外面有流浪狗 你每天放一點點 這是我們該做的 就算你住在樓上也沒關係 你就放在外面的陽台 這樣就好 然後你要換水的時候 再把它倒出去 倒出去 只要你又碰到水 你就記得跟它念這個奏 所以很慈悲 我身在台灣也是個福報 因為台灣人的傳統啊 老人都會教小孩子 門口永遠要插一支箱 門口擺一點水 這是一個佛教的傳統 那這樣以後全家平安 他們也覺得很慈悲 所以各位養成這個習慣就好 生命的力量來自於愛 慈悲的奉獻就僅幫助眾生理苦得樂 所以生命電視台帶著大家吃素 放生 吃食 救苦救難 到處去利益眾生 願大家都護持生命電視台 讓佛陀的智慧 讓佛陀的大悲心 充滿這個世間 護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護名 生命文化基金會 知恩報恩的人與歸 經營家具公司的葉老闆 事業做得非常大 每當有人詢問他 事業成功的秘訣時 他的回答卻正是出人意料 怎麼樣 小陽 我們這裡的風景不賴吧 嗯 的確是風景優美啊 那對了 葉董 有些事情我一直想當面請教您一下 請教不敢的 有什麼事你就直說吧 我常聽人說 您只用了短短三年的時間 就把公司規模做得這麼大 我很想知道 您成功的秘訣究竟是什麼呀 說出來 你可能不會相信 我認為 我之所以能夠成功 那都是因為我放生烏龜的福報 啊 什麼 哈哈 小陽 我就知道你會是這個表情 很多人聽到葉董的成功秘訣 都是這表情的 葉董 您這不是在開玩笑吧 當然不是開玩笑的呀 幾年前 我剛從事家具業的時候 也並不順利 那段時間每年都虧損 生意沒有起色 錢賠了不少 憂慮工心還讓我大病了一場呢 老公 你不要太擔心了 生意會好起來的 連續三個月 我們的家具一件都沒賣出去 我怎麼能不擔心呢 你煩惱也沒有用 身體要緊啊 你看這段時間 你的身體虛弱成什麼樣了 我今天買了一隻烏龜 等一下燉鍋湯 給你補補身體吧 今天我沒胃口 明天再燉吧 那好吧 然而當天晚上 我做了一個怪夢 夢到有隻烏龜哭泣著 在求我救救他 啊 怎麼會這樣 老公 怎麼了 剛才 我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夢 你夢到什麼了 等一下 我去看看 老公 你要幹什麼 這 這怎麼可能 這和我夢裡的情景 竟然一模一樣 老公 你究竟夢到什麼了 我夢到這隻烏龜 我便將那隻烏龜 帶到河邊放生了 說來也怪 自從放生了那隻烏龜後 我的生意突然就好了起來 那些烏龜 这话一点都没错 对啊 所以你以后如果见到有人在卖乌龟 一定要买下来放生 那样的话你也会得到福报的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了 虽然大家当着叶老板的面都认同其观点 但私底下却对这个说法不怎么认可 小杨 这次你和叶董的生意谈得还顺利吧 嗯多亏了你 从中帮忙切线 要不然我哪能这么快签约 说真的和叶董谈生意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当然了他可是因为精明的商人 不然怎么能把公司做得这么大 是啊他做生意真的很有一套 我向他讨教成功的秘诀 你知道他是怎么说的 他肯定说是因为放生了乌龟而得到了福报 你怎么知道 因为不管谁问他这个问题 他都是这样回答的 这个叶董真是小心谨慎啊 我想他是不愿意跟别人分享他成功的秘诀吧 不是这样的 叶董他是发自内心的认为 自己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 全都是因为行善得到了福报 没错我们跟他认识很久了 他内心真的就是这样想的 不过我们对于这个观点不怎么认同 就是说嘛要是放生乌龟能发财的话 那人人都去放生就好了呀 老公你是不是又跟别人说你成功的秘诀是放生乌龟了 是啊 你知道吗 大家都在背后说你很迷信呢 要是放生乌龟就能发财的话 那人人都去放生好了 让他们说好了 难道你不认为我们公司能有今天这个规模是种福报吗 那只是个巧合罢了 怎么会是巧合呢 那段时间我们都快破产了 可就是因为我放生了那只乌龟后 事业便出现了转机 而且当时你也看到了 那只乌龟真的很有灵性啊 它竟然能托梦给我来救它 是啊 那只乌龟的确与众不同 但是即便是因为放生乌龟而得到了福报 那你以后也别说这是你成功的秘诀了 这样人家才不会说你这个人太迷信的 让他们去说吧 我不在乎 叶老板对于妻子的劝告丝毫不听 依旧会向别人讲述着自己放生得福报的故事 叶董 我帮你介绍的那几个客户 又让你赚了不少钱吧 你介绍的客户 我哪能赚他们钱呢 不过是交个朋友罢了 叶董 别说的那么谦虚嘛 今天这顿饭可是要你请的 瞧你说的 就算我没赚到钱 难道就不会请老朋友吃顿饭吗 哎哟 这里怎么有一只大乌龟啊 被关在这里好可怜呢 等着瞧 等一下叶董又会把它买下来放生了 这位先生 请问您需要什么呢 小姐 请问一下这只乌龟有要卖吗 有的 两千元 好 这只乌龟我要了 好的 先生 那您打算如何烹调这只乌龟呢 我没有要吃它 你先将它留着 等一下我们用完餐后 我会将它带走的 啊 不需要煮 没错 叶老板是要买下这只乌龟放生 什么 花两千块钱买下乌龟只是为了放生 真搞不懂 叶老板回到家后 便将这只乌龟放置在一个大枣盆里 然后看着它在里面愉快地游来游去 哎呀 大乌龟 你腿上怎么还有伤啊 这一定是捕捉你的时候留下的 大乌龟 我看 你还是先在我家休养几天 等腿伤好了 我再送你回河里 怎么样 就这样 叶老板将乌龟留在了家里 并且每天都会照顾它 给它喂食 短短几天时间 它俩仿佛成了一对 已经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 只要一听到叶老板的脚步声 那只大乌龟便会昂着头迎接它 我的朋友 是不是等很久了呀 你看 我今天又跟你带来了 你最喜欢吃的龟饲料 大乌龟 你腿上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 再过几天 我就该送你回家了 回到河里 你可就没机会 再吃到你最爱的龟饲料 所以这几天你要多吃点哦 你这个家伙 还学会撒娇了 好吧 有空的时候 我会带着龟饲料去河边看你的 只是你以后可要多加小心 千万不要再让别人把你给抓住了 这一天 叶老板蹲在大乌龟身旁 和他说了很长时间的话 说完之后 他快速一起生 突然 突然只觉得眼前一黑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此时此刻 乌龟非常紧张 看见叶老板躺在地上 家中又没有人 于是 他就急切地爬了出来 这只大乌龟 希望有人能够听到屋里的声响 从而能够赶来 救助昏厥过去的叶老板 于是 他越壮越用力 牵硬厚实的大门 在他的龟壳上 留下了一道道伤痕 可是 他却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哎呀 你听 这是什么声音啊 这好像是从叶老板家里传出来的 像是 有人在里面拍门 对呀 我听起来 也像是有人在里面拍门 里面有人吗 他家里好像没人呀 没人 那这声音又是怎么发出来的呢 里面有没有人啊 邻居们敲了许久的门 都没人回应 而屋子里的声音 却依旧没有停止 这让他们察觉到 事情不对劲 于是 连忙报了警 当远景打开门后 大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哎呀 不会是他一直在撞门吧 这个家伙是不是想要逃走啊 你这个家伙要到哪里去啊 哎呀 这不是叶老板吗 不好了 他晕倒了 赶快送他去医院 叶老板被送到医院后不久 便清醒了过来 所幸他并无大碍 不过当他得知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后 却非常激动 老婆 你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是这样吗 是那只大乌龟找人来救我 是的老公 你说的没错 这乌龟真的是太有灵性了 当叶老板出院后 就将这只救命的乌龟 带去河边进行放生 让他回到快乐自由的生活 我们要对所有六道受苦众生 意念 就像各位读地上经 每天早上睡醒 先在床上打坐一下 思维所有六道众生的苦 甚至祈求了地上菩萨 进入了无间地义 各层的地义 乃至恶鬼道 动物道 人类天道阿修罗道 所以在六道里面 都有这些诸佛菩萨慈悲的化身 诸佛菩萨永远不省弃任何一个众生 而想尽办法 用尽各种善巧方便 来救助他们 同样的 虽然我们不是诸佛菩萨 但是我们有一可学诸佛菩萨的这种大悲菩萨来意念 而且祈求诸佛菩萨的加持 这就是我们一般凡夫我们都会很虔诚的以这样子的一心 就是发起大悲菩萨来念佛菩萨的名号 经典 咒语 功德 希望能够借由佛菩萨的这样子的悲心愿力 跟我们自己的关心众生的持飞心 还愿他们一步一步的离苦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